大家好,我是兰兰 接着昨天就关于我闺女回国这件事我们接着聊 昨天呢,孩子们就发微信 说跟你们俩商量个事 我们订机票早订,就便宜 现在三月中旬的机票已经涨到两万了 因为有时差嘛,就我们在睡觉那会儿 后来醒了以后看到这条留言了 后来他们白天的时候 我们这位白天的时候又打过来了就问 说要不要订 后来他爸说,那你们所有的课都是线上了吗 还有没有线下啊,下月期 因为现在寒假正在放假期间嘛 下月期的课还不太清楚 孩子说估计是没有了,但没关系 即便有呢,改签也是免费的 后来我说那就赶紧订吧 然后呢,他爸就这样说 我觉得你们肯定下月期还得有线下的课 他不说是订票不并啊 他这么说 完了说,那你们那个房租哈,因为先叫了房租嘛 房租能退吗? 孩子说退不了 说如果你要转租的话也很麻烦 完了我就特着急嘛,不是急性了嘛 我就恨不得赶紧挂了电话上孩子,赶紧订票 就别拖拖拉拉的 结果呢,我们家张哥呢 就不紧不慢的 哦,那房租不退 那,转租好找人吗?啊,那你们要是转租找人好找吗? 孩子说,这个好找肯定啊 他爸说,那现在也不是上学开学的阶段 怎么找人呢?上哪找去你们? 然后孩子说,我们有群啊,可以在群里边问问有没有人要租房的 然后孩子也着急了,说现在不是说租房的事儿 现在说这个飞机票要不要订这件事儿 后来我说,你不要跟他废话了 你就现在放了电话,赶紧去订飞机票 啊,然后他爸就不高兴了啊 说那个,你别在这儿掺和 我们这儿说话呢 后来我就从那群里面退出来了 我说,啊,我就那个 不,跟他生不了这气 你知道吧,这慢性子人慢,你跟他照不了那鸡 结果 过了有一刻钟 孩子呢,就发微信 说那个票,我们已经订了 两万三,三月中旬的 我说行,挺好,我就踏着了 我就赶紧挂了,又干了我的事儿啊 然后等到下午的时候 四五,就过了四五个小时以后啊 我们家老二发信息啊 说那个票已经涨到两万九了 回国的票现在越来越贵,越来越贵 我看哈,有粉丝留言还说哈 那个孩子呀,就非要去 啊,有的人已经染上了 那也不听选,就非要去哪儿留学 我建议您哈,如果有这样的孩子哈 您可以把我上期的视频哈 就我那个朋友的孩子 滞留在美国的那个视频给他看哈 现在的人哈,就是 据说美国的飞机票 涨的呀,都回不来 所以哈,你就别让他再去了 一定哈,记住了别再去了 因为就从这个疫情哈 你就看出来了哈,它是一个传染病啊 这个疫情这件事哈 我们国家做的真的是太漂亮了哈 我闺女说哈,在国外 一代哈,染上了 你就自行在家隔离 没人管你,你上医院人也不管你 上医院人,让你回家自己隔离去 你厉害了,医院才收 可是,你厉害了 医院,是吧,外国的医院 它哪有我们中医西医结合呀 也许你就晚了,来不及了 那就真是哈,自生自别了 就看老天爷了,你能不能挺过去 那也有人说哈,没事的 每个人都要经历这种病毒哈 你适应了就好了 这事是这样,你没有感受 如果你感受的话,我相信 谁也说不出这样的话来 肯定心里都是七上八下的 我家亲戚哈,也有在那个西安的 真是,就是天天在家 就是蒸馒头啊,蒸烙饼 就不让出去了嘛,隔离了哈 你看咱们有一个,你一家人都隔离 然后一小区的人,或者这一个地区的人 是应该这样杜绝哈 就相互之间的传染 就从这点上来说哈 就觉得我们的错是真的 为什么国外这么厉害,越来越来越 他们没人管 就是靠自觉 但外国人他又不自觉 他又自由啊什么的 所以马上不就春节了吗 可能有的人也是憋的挺久的了 然后又快放假了 就鼓足了进一咬出去到处窜哈 我建议大家别跑 咱们就想要国家的号召 老老实在家待着 就共同哈,把这段时间度过去 因为你传播的越快越厉害 你出去的机会就越难越少 那一旦哈,就国家 是吧,要传播的太厉害的话 我们也给国家添麻烦 然后呢也 哎呀,反正就感觉哈 一天要像美国那样 一百多万的哈 就看不到希望了 那个时候就更麻烦了 什么经济啊 这个那个家庭 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不如我们每个人 从每个人做起哈 就居留在家里面 不要乱跑 好,这期视频哈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蓝蓝的可以点赞 关注加评论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